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旅居英国 我发觉近期看英国楼的买家 真的多了不是想宜居 是想旅居 到底这类型人士属于哪一类型年龄层会比较多 另外通常他们会看哪一类型的物业 地点在哪里 一年的洗费又会有多少呢 我们今天一起研究一下 今天就新鲜一点 讲一下为什么要旅居 什么人旅居 不是每次看我们的频道都讲楼 所以最后都会讲楼 但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当出来一下 因为近期买楼或者看英国楼的朋友 我发觉是多了 有人是用这个角度出发去找楼 先了解什么叫旅居 其实在Google打什么是旅居 都有类似这些答案 其实旅居是犯指某一个人离开了自己国家之后 以一个旅客身份居住在另外一个国家 但是仍然会受到出入境限制 和移居移民就不一样 因为移居移民 我想大家过去这一年都送机送不少 就真的有点感觉是连根拔起的 香港这边就可能清晒家当 买了资产就转移过去英国那边 那我们今天就先撇除有关英国的税务上的问题 譬如说你住了几天 是不是有税务居民这些 暂且不说 我们反而会以一个什么人士 会有这个念头去想女居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近期我发现这个礼拜 有几个不同的enquiry 找我们问柳 Manchester那边 不约而同都是想女居的 我总括了大概有六个共通点 不知道会不会讲中个下 不过不妨可以研究一下 那女居这边我发现大部分 以这个角度出发的朋友 都是六十七十后来的 那就是以一个就来退休的年龄 甚至乎可能已经刚刚退休了 那他们其实这个想法上 挺有趣的 他们就觉得担心自己不适应英国的生活 因为始终畢竟香港都住了好几十年 那也都担心那边 那些天气冬天冻起上来 又真的冻得很紧要 那当然了 如果你可以这样压力到自己去住 那资产也有回到差不多 而另外他们买房子 他的要求都挺明确的 是要看市中心 就算不是市中心 他都要一些市中心边皮位置 因为他希望到楼下或者附近 以步行可能讲十分钟生活圈 附近坐地铁 坐轻轨 坐车 买东西 吃东西就方便的 不是很想太过偏僻 第三就是他其实买这个单位 就没有打算出租的 你对他说这里收6厘 5厘 多少厘都好 其实他对他来说是没什么意思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单位他偶然会住下 冬天甚至乎会住东南亚 住香港 东南亚 他就未必会长期住在英国的 另外也挺明确的 他们是要看房屋的 不看房屋的 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一年里面 12个月 可能他有10个月都不在英国 他不在英国 如果他买房屋 就有点点担心 怕有人爬进来他家 所以就会买一些 以公寓形式的房屋 这些就是因为有保安 下面也要拍卡进去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稳定的 而且也是要有回所 因为香港住惯了又会锁的房屋 你去到那边可能纯粹走入屋 怕有点点不惯 即是纵使我在英国 投楼时间不太长 但是又没有回所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类型买家 买房屋也有点点要求 而最后就很奇怪了 他们原来大部分不是看两房单位 是看一房单位 我都问过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原因之一就有两个 第一就是因为他们这类型买家 如果有小朋友的买家 其实他的小朋友已经很大了 甚至乎已经出身了 应该不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处去 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或者有自己的社交 所以其实一房单位 已经足够这班朋友 去做一个女居的居所 第二精打细算 因为如果你买一间一房单位 理论上你的council tax 还有管理费 一定是比两房单位便宜的 所以他们会以一个最低门栏入场 就是务求有层楼住下 当然我面积不要太小 起码都五百多呎 以这个角度出发是去看楼的 如果我作业主 我要买一层这些一房单位 究竟有什么费用 我每一年都需要付的呢 其实主要有两个 一个叫council tax 市政税 另外一个就是service charge 就是管理费 好像我们香港交管理费 如果只说就好像有点抽象了 我今天就拿了曼城其中两个楼盘 一个叫做victoria riverside 另外一个就是one port suite 这两个楼盘的一些一房单位 跟大家即时计算一计算 如果我买这两个project的一房单位 大概一年我要这样去旅居 我的费用是多少钱 另外我补充一点 为什么我要取得这两个楼盘呢 原因之一 因为这个市中心来说 最多一房单位 就是victoria riverside 和one port suite 因为刚刚开卖无奈 那我们先看victoria riverside 这个project 这个project就在曼城M4地段 今天来说我就会取得这个project 有会所设施大楼这一栋 就是说crownview这一栋 比较多人看这一栋大楼 A座这一栋crownview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dream room lounge全部都是在crownview下面 如果看开绩和价钱 7毫室这一间 比较多买家感兴趣的 原因之一景观是最开扬的 我看到价格是550尺 25楼7毫室这一间 现在市场卖价29万 比较多朋友会选择这一间 原因之一就是 它听的这一只特色落地玻璃窗 景观就相当之美 就望正市中心 就现在我们画面所见的这一只窗 是望了整个C center 如果入手这一间7毫室 我们的surface charge和council tax 每年每月大概多少钱 我们都可以算一算 Victoria Riverside Crownview Tower A这一栋 surface charge 管理费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以现在来说 每尺每年是3.48 乘以10尺来计算 就551尺 这间一房单位 这个数据再加125英镑 这个label cool charge 就是我们这个project 邪对面公园的一个保育的费用 就是一个maintenance fee 一年去计算 这两个数据加起来 就等于2042英镑 另外concil tax 一房单位就介乎大概1600到1800 因为楼盘未 complete 就未有一个实数 我们就先当它1700镑 这样算吧 这两个数据加起来 就整个label cool charge 就是一年来说 费用就是3742英镑 折合港元 如果以当汇率9.4去计算 就大概35000元一年 一个月来说 就接近3000元港元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own这个物业 一房单位计算 每个月的恒常性支出 拉云一整年计算 就是2931元港元 刚才那个Victoria Riverside 叫中价楼 我们就拿这个OnePort Suite 就是M1地段 曼城最顶级的楼盘 单价也是相对最贵 因为M1地段 跟大家看看 一些叫做最pime的地段 结合最好的汇所 我们就拿一个一房单位 看看他这间 如果我要买一间这些单位 好像刚才那种计算 大概多少钱 如果看回价单 我就发现有一间17楼10号室 现在卖333,000的这间一房单位 10号室 面积来说就是538尺 刚才我们看Victoria Riverside 那间就551尺 你见他开积 大致上跟刚才那间分别 不会太大 也是一个open kitchen 另外就是客饭厅 房间也是很市井 如果看回现在发展商提供的资料 这个project的管理费 是4.25英镑一尺一年 刚才那个Victoria Riverside 是3.48英镑一尺一年 高了足够是0.77每一年 原因是因为他的汇所是相对比较顶级 还有里面有暖水陷在冥池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如果我买这个project 每一年的费用大致上是怎样的 看回1.3 它的surface charger 是4.25英镑一尺一年 整体是538尺的面积 乘出来是22.87 刚才的Victoria Riverside 管理费是3.48 但因为它有Labelhood Charger 两件数加起来是2042 两件来说 surface charger相距是245英镑一年 如果你买一间一房单位 大家的管理费就差245 Council Tax因为也还没出 我应该先当着它一样 178英镑 两件数加起来 我每一年的费用是3,987英镑 折合港元每个月算是3,123元港元 如果刚才的project是2,931元港元 如果计算一条数 OnePort Suite要主义这个project的成本 比Victoria Riverside大概高了192元港元 每个月 看到这里 我就无意跟大家说一下 你应该选择谁或不选择谁 这个就看各厦自己本身 你买楼的取向 以及你希望楼下的会所有什么 比如以Victoria Riverside为例 它是一个standard的会所 有lounge,有dream room 你计算出来的数据就是这个 而另外的 如果你选择OnePort Suite 这些暂时市场上 应该是数一数以顶级的project 里面的会所有住客的lounge dream room co-working space 游泳池 还有暖水行温泳池 这些facility 我给多少钱可能会所比较好 或者可能有暖水泳池 可能我趋向这个 有些买家可能不是的 其实我没所谓 我的会所也不太用 可能这个也会比较適合你 这就是我们来看看用家本身 你自己的取向 当然地段 以及那层楼的顏值 你喜欢哪一类型的 就是识随尊便 今天这条影片主要不是介绍楼盘 当然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去own这个物业 两个最主要的cost 大概我们如果算一个breakdown出来 大致上多少钱 这个就是恒常费用 至于你说入手的时候一次性的费用 当然是单价 两个单位相距都几十万的 因为一个M4 一个M1地段 一定是有那个分别的了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现在用这个角度 或者未来可能身边有朋友 希望旅居 可能甚至乎买一些一房单位 狗不狗住一下 好像我们的channel 另外卖一些泰国楼 用这种角度可能去英国 我觉得不妨大家也可以 click我们之前这两条video 分别就是Victoria Riverside的crown view 还有是现时刚刚launch的楼盘 OnePort Suite 不妨可以进去看看 里面一些会所的分别 还有单价上的分别 今天这条影片大致上差不多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给个like 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